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在新冠疫情继续向世界各国扩散之际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17万人电视电话会议上 敦促加快复工确保实现13.5经济目标 也就是确保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翻 这是中共确定的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目标 也是习近平中国梦的第一个目标 习近平为什么在疫情控制还不明朗之际 强调建设小康社会 中共为什么执迷于数字达标 压力之下各地是否又会出现类似大跃进时期的 瞎指挥 虚报风和共产风等极锁风潮 社会又会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今晚节目我们邀请嘉宾和您一起深入探讨 第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鲁难先生 鲁难先生您好 叶凡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南卡大学爱肯商协院讲座教授谢田先生 谢田先生您好 叶凡好 鲁先生好 大家好 欢迎二位参加时事大家谈 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 中国大陆观众请播00852-3001-7560 台湾观众请播002-852-3001-7560 香港的观众请播3001-7560 另外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 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者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 我们的电邮是mystoryatvoanews.com 好 也欢迎分享您的联系方式 我们的记者将与您联系 好 非常欢迎鲁难先生和谢田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 那首先今年是中国政府第13个5年计划的最后一年 13-5提出经济保持高中速度的增长 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 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要翻一翻 为什么在疫情还没有稳定之际 习近平敦促复工强调13-5达标呢 我先请问陆难先生 我觉得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面 一个方面这个习近平主席可能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 这么一个最主要的命题 因为经济命脉是中国政府执政的这个基础 如果经济发生了问题 那么他本身的执政的合法性 在已经大受怀疑的情况下面 他的维稳经费和他自己运营的这个来源 将大受折扣 那么这样会危及到他政权的存在 那么经济问题是一个表面的现象 一个更为急迫的现象 我认为是在高度隔离 这个矛盾 社会矛盾尖锐对立的情况下面 以这个中国的社会 已经到了一个紧绷的边缘 也就是说 有无数的这个成年人 他们被强制隔离 满怀怒火 情绪非常的对立 而且已经出现了很多的 这个群体性的事件 比如我们在视频中间 可以看到有很多对峙的民众 跟拿开枪的警察 直接发生冲撞 有很多被 因为没有戴口罩 或者其他原因 被红袖章们暴打的时候 这种群体事情的对抗 是大规模的出现 如果把一大群人 都用强制的手段 进行隔离的话 这样社会的矛盾 就会达到了一个极点 就在每一个社区 都像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口 所以它有必要 把这么一大群人 有序的导向 它认为安全的 也就是工作的场所 那么这样的会有效的降低 这个爆发社会动荡的 这个可能性 这是它恐怕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量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习近平主席 都不敢到武汉的 这个病疫区的前线 人大和政协两会 都不敢在北京 如期召开的情况下边 那么中国政府 就急急忙忙的 要求复工 除了经济上的考量 要消除社会矛盾的隐患 恐怕是一个主要的想法 谢谢 好 那么谢田教授 您是不是有任何的补充 刚才北京政法大学的 杨帆教授他也说 现在这个控制疫情 是首位的 而不是要强调GDP 那人均收入翻一翻 到底是多少呢 翻一翻的话 按照如果说 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 怎么说中国在2010年的时候 大概人均的GDP 就是经济的产值 是大概4500美元左右 那相比之下 美国现在大概是 每个人使用GDP 大概6万美元左右 就是给大家一个背景 那人均GDP 如果从2010年到2020年 翻一翻的话 就是要从5000美元 4、5000美元 到翻到1万美元 那会相当于7万人民币 就是说每个月的话 对于中国所有的老百姓 所有的那些 有工资收入来说 他们平均收入就是 每个月就是6000块钱 我想中国老百姓 你可以自己看一看 就是说你有没有 从2010年到20年 现在能拿到 就是说6000美元 这我们不是说 一些城市的白领金领 他们肯定可能超过了 但是相当于中国的 也是面临崩溃 就是说 这伤害会有多大 就是说基本上讲 中国经济的衰退是肯定的 就是说现在完全可能进入 我们所谓的萧条和智障的 非常恶劣的局面 那13五还提出要加快户籍人口成正化 实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 实现脱贫 贫困线要全部的摘茂 那刚才谢田先生已经说了 在现在经济已经放缓的前提下 又受到疫情冲击 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 那我想问那个鲁难先生 您认为您是否赞同谢田先生的看法 另外公司和企业面临着哪些挑战 我觉得首先从数据上来讲 从这个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讲 我是赞同谢教授的说法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统计数字历来是中国政府手上的一个玩具 那么这个统计数据怎么样挽出花样来 这个中国政府对于宣传工具 来利用统计数字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我觉得它是不遗余力的 而且在这方面是炉火春青的 那么如果从仅仅从统计数字达标的这个情况下 我相信中国政府有可能会做到这个 就是它最后要求的结果 那么它可以充充忙忙的来宣布 这个在今年也就是2020年已经进入小康了 比如今天的中国日报 也就是2020年2月29号的人民日报 它的头条的一个大标题 就是日子过得像蜜甜 那么这是人民日报 从1950年代开始到现在历来的一种做法 即便在现在瘟疫蔓延 这个民众疾苦 得不到这个舒缓 经济严重下滑的情况下边 它依然可以做出来这样的标题 那么有什么样的统计数字它做不出来呢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从他们自己心里边要强硬的告诉老百姓 你的目的这个已经达到 你的小康已经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边也是可以达到的 那么还有一个数据可以佐证的是 我有一个同学 他们在中国扶贫基金会 也就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 专司扶贫工作的这么一个委员会里边 他去年告诉我 说这个扶贫的实际上最后的标准 降低到了就是贫困 有些贫困人口的年收入是3000人民币 也就是几百美元的这么一个水平 那么我按照这个水平来计算的话 大概按照现在的物价 那么这些贫困的人 他们可以大概两天吃到二两肉 然后两天吃上两个鸡蛋 然后蔬菜和米油这些东西 水果可能就基本上就是吃不上了 那么这就是他的一个扶贫的最低标准 那么实际上按照他的宣布 他是可以达到的 至于您刚才问到 现在中国的企业 他们面临哪些困难 在武汉肺炎还在蔓延的情况下边 我想他们的情况是雪上加霜 他们最主要的困难 首先是过去面对的不公平的市场竞争 面对没有严格的法治环境 没有一个诚信的信用体系 这些矛盾依然存在 中国的企业家在没有了法律制度的保障 没有了公平的社会资源的分配的情况下边 不是在监狱 就是在去往监狱的路上 在这种情况下边经过武汉瘟疫的 这么一个致命性的打击 工厂不能复工或者不能完全复工 交通被中断 供应链被断裂 资金依然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面 他们的情况可能比过去更加严重 好 感谢鲁南先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网友 对我们今天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首先这一位叫NJA 他说中国制定计划是一定要完成的 否则离职审计不达标 是要追究责任并影响以后的试图 下一位网友叫自由民主新中国 他说共产党的政权是用武力夺取的 中国人别傻了 党就是法律 宪法的自由言论自由是共产党贵族的特权 中共帝国的国家主席 选举是共产党开国元老家族的特权 基层党员只能混口饭吃而已 为五斗米折腰 然而关于病毒传播 用钱可以买到服务 但是财富买不到身体健康 这是给权贵集团以及邪恶思想的人一个警惕 还有一位网友孙广梅他说正如1984年瘟疫即和平 自由即丰富 失控即胜利 中共创造出一套新话 意思与现实相反 而数字就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是在无神论议员社会中的唯一信仰 人们没有战胜病毒 但是人们战胜了自己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讨论今天的话题 那美国对中国政府疫情信息不透明 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在华企业的利益呢 感到非常的不满 另外呢 在这个欧洲方面也是 在病毒抵达欧洲之前 这个气候变化 安全担忧 还有不公平贸易等等呢 已经加剧了欧洲对这个全球航空旅行 和全球工业化供应链的担忧 现在呢 又随着病毒蔓延到了这个欧洲和其他地方 对中国是作为世界工厂这样的地位 又产生了更大的这个怀疑了 那这次的疫情是否会成为压垮世界 对中国依赖的最后一根稻草 请问谢田教授 回答你那个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美国政府的那些对策和对应 现在美国我们已经知道 美国成立了由副总统彭斯组成的一个团队 就是说全力在预防防疫 并且呢 他们会为了就是说 对美国这个医疗设备这个资源的供应呢 肯定会不遗余力 甚至呢 川普已经要求国会呢 批准好像是25亿美元 结果国会给了85亿美元 现在美国应该准备大概3亿个口罩 很可能要准备就是说50亿个口罩 就是说并且在这个医疗物资供应链和这方面呢 他就是说肯定会要求就是说国会也这样看 就是说要脱离对中共的依赖 建立自己的这个供应链体系 我想这个应该会很快很快就会建立起来 因为美国这个它有一个体制的动员的体制 就是在紧急状态或者战时动员的体制呢 非常非常的惊人 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二战的时候 美国就在1941年到1945年期间 就四年时间呢 就建成了1200艘战舰投入战争 然后呢就是航空母舰 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十几艘航空母舰很多 其实那几年里面呢 美国就建了27艘航空母舰 就是它可以用这个很快的调动这个资源 就是满足这个需求 那回到这个 对于中国世界工厂这个地位 这个会不会就是说动摇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已经在进行之中了 我们这个在瘟疫发生之前 不是在谈到这个脱钩的问题 就是美国中国经济和世界那个decoupling 就是说脱钩的问题 这个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之中 所以武汉瘟疫呢 显然是加快了 加快了这个速度 是更多的那个公司 原来那些不太打算离开中国的公司 现在也发现他们不得不离开中国了 就是说整个这个供应链呢 现在已经是完全的重新的定向 刚才我们提到那些公司企业面临的困难的问题 卢先生已经说得很好 但实际上我想这个更大的问题呢 在中国你要看如果是国有企业央企的话 他们大概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中共呢一直在会扶持 但是是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那么现在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现在想即使他想复工 他那个员工就是个问题 这个人员民工呢他回不来 回来以后呢又被隔离上班 现在就全员开工的话 都有完全不可能 如果开工不可能 马上就是说即使想复工的资金链 资金流的问题也是个问题 下面呢即使生产出产品 你不可能所有的产品都在 远程上班的方式来生产 就是说他有一个运输的问题 出口的问题 出口市场的问题 现在看来如果这个国际供应链重组的话 中国的出口市场呢 肯定会进一步的萎缩 关键是这个让这些企业更担心 也让中共领导阶层 最担心的就是他即使经济恢复了 恢复生产了 但是国际市场呢可能就永远失去了 因为这个世界各国其他国家呢 它不可能再等 等了中国两个月了 不能再等三个月四个月 所以这个可能是 你可以说确实这个瘟疫呢 应该是压垮中共的经济基础的 应该是最后一根稻草 那鲁南先生 昨天这个美国的联邦参议员霍利 他推出了医疗物资供应链安全法 要求检查美国对中国生产的这个依赖的程度 之前呢还有一些官员和议员也抓住这个疫情啊 要呼吁和中国在经济和安全方面脱钩 那您认为这次的疫情是否会造成美中在经济方面 安全合作方面的脱钩 我想我们可能都记忆忧心 就是去年12月15号 那个中美关于贸易战 达成了一个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我个人认为这个贸易 这个所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实际上是一个临时的限制扩大 冲突规模的这么一个协议 它连那个临时停火协议都算不上 那么就说双方同意在中国向美国增加 1000亿美元的这个采购 以消除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现象为代价 那么暂时呢就不再扩大 自己的双方的这个贸易战的规模 但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并没有停止 就是2500亿美元加收25%的关税 另外1200亿美元的商品 加收7.5%的关税 那么这个贸易战依然在进行之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实际的供应链的脱钩已经在进行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 在武汉肺炎发生的初期 川普总统就已经停止了 对来自中国疫区的人进行隔离的这么一种措施 实际上在这两个月中间 中美双方在旅游方面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脱钩 它的运输的货物也在脱钩进行之中 我们可以理解在武汉肺炎发生的这么一段时间里面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已经在进行脱钩的试验之中 那么事实证明 除了造成美国的股市 这个星期大幅度的下跌之外 其他的生活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那么包括世界其他的地方 包括欧洲也好 包括俄罗斯也好 包括其他地方 都对中国旅游人员的交往 甚至包括一些物质的交往 比如说中法列车已经停运 已经在做一个脱钩的试验 也就是脱钩进行时 在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一段时间之后 当所有的国家准备好 它的供应链的铺垫和完善的情况下 那么脱钩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那么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 可能就一去不再复返了 好 谢谢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的评论 这一位网友他说 资本主义化的社会主义 他说中国复工后 经济发展也回不到去年的发展速度了 造假经济甩锅美国 下一位网友叫吴生 他说扶贫的关键是低收入农村人口脱离土地 进入城市 但是进入城市的话会更加贫困 在农村只是财富的贫困 而到了城市从生活技能到生活水平都是贫困 所谓精准扶贫就是精准尺度 让你更加的贫困 好 这是刚才几位网友的看法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讨论 为什么中共这一次特别的强调 要实现十三五计划 再回顾一下历史 中共似乎特别殖民于数字达标 在1958年的5月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 要让中国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 在十年内赶过英国 在15年内要超过美国所谓的超英改美 那随后就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那浮夸 谎报 虚报和共产风非常的盛行 有观察人士担心 在目前中共的运动式的管制下 在压力下会再次出现类似的风潮 请问鲁南先生您怎么看 中共为什么殖民于数字达标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然后我们知道河南驻马店 有一个叫茶崖山的地方 它在京广县的旁边 这个茶崖山非常出名的之处 在于它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 那么当时诞生人民公社的这个前提 是它已经认为 它的一大二工做得非常的好 它的这个生产啊 这个当时取得了这个非常大的优势 然后也放出了第一颗所谓的粮食卫星 我到这个博物馆去参观的时候 它当年那些吹牛的这个报纸 吹牛的这些记录都在保存着 我很好奇的一个问题是 当年的这个大跃进运动 当年的吹牛浮夸之风从这里兴起 导致了后来中国大地上 饿死几千万人的这么一个沉重的灾难 那么这个始作俑者 这个当时的茶崖山人民公社的成立的推动者 他最后受到了什么样的处罚 但是他们告诉我 这个始作俑者在当时就被调到其他的地方升官发财去了 所有的中国敢于吹牛的 敢于浮夸的 敢于没上的这些人 都得到了好处 这跟所有的中国政府的官员就是一个启示 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 很多地方的官员勇于吹牛 勇于夸大自己的政绩 然后呢就会得到提升 得到他想要的官位 这个在中国政府统计数据里边很明显的表现出来 比如2017年他的统计数据非常好看 一直到自己都不相信的地步 所以在2018年提出来要挤水分 我有一个在毛省统计局工作的朋友告诉我 在2018年中央政府很清楚的要求挤水分 也就是把假的统计数据可以排斥出去 因为2017年的数据吹得太高 有点搂不住 有点要露底 但是当中美贸易战打起来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持续的下滑 这时候为了振奋民心 又回头告诉我那个统计局的朋友说 现在我们的政策又转向了 你们可以适度的添加水分 非常发达的今天 在自媒体都可以随时随地爆出新闻的这个今天 现在的环境跟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想达到过去那样的效果 让全体人民都为此感到痴迷 感到兴奋 感到疯狂的那个时代 已经过去了 谢谢 在中共这一次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些做法也让人联想到 大跃进时期的这个左倾思潮 首先是这个造神运动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 和人民出版社等联合紧急编辑制作的图书 《大国战役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 这样一本书近日出版了中国的官方媒体说 这本书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的 唯民情怀 使命担当 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等等 那请教谢田教授 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要急于强调习近平的一尊地位 我想这个中共政权的向来都是这样 就是说你 就像你读的人民日报一样 我记得以前那个有研究国际政治的一个专家告诉我 他说你读人民日报的话 你要从那个字里行间来读 就是说基本上这个反映的现实事实 都是反过来的 都是相反的 中共在感觉到他的政权危机非常严峻的时候 他一定会强调这个中央的极权控制 就是说要安抚民心 要防止害怕就是说 中国民众会起义来推翻这个政权 那现在看来这个在这次这个疫情 从贸易战开始到现在武汉的疫情 基本上中共这个极权控制 受到很大的挫折 一尊也受到很多挫折 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从上到中层的干部 或者上层中层的干部互相甩锅 互相推卸责任 实际上互相也在互相指责 案例的指责 他们实际上都害怕 就是害怕这个清算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他肯定会继续玩龙数字游戏 继续搞这种欺骗 但实际上中共现在的欺骗 并且从经济上的什么新的超英赶美 或者这个经济的大跃进 应该没有人现在会相信他 因为他这个他一直玩数字游戏 一直玩数字游戏 他那个我们叫做官出数字 数字出关就是这个意思 从这个以前玩的时候 很成功的欺骗了很多自由世界的一些企业 国家政府 使中共达到了吸引外资 促进它经济发展的目标 现在看来 世界对中国经济数字也不相信 对疫情数字也不相信 现在我想中国民众内部 也慢慢开始了解真相的时候 他们也会盲从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所以最突出的表现 就是在这次习近平中央要求复工的时候 他们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 除了客观的原因 就是人员很难遭到 材料资料 就是说生产资料的输送很困难的话 但实际上各地政府 他们也在不作为 就是说现在盲从跟从中共 现在也越来越少 就是不作为消极的代工 这个是主要的地方官员的策略 他们基本上就是说 坐以待变 看看中国下一步会怎么样 中共政权会怎么样 这个时候我想是整个 中国中共体制内 几乎所有人现在的共识 他们应该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掉 每个人都在给自己找后路 这也是就是中国这个 一人当权这种体制带来的一个弊端 也就是让下面的官员 我什么都不做 然后就是也不承担责任 那这本书的出版 在很多的中国网民当中 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和激烈的抨击 有的网民说受害者还尸骨未寒 每天还有这么多人 在病床上挣扎求生 悲剧还没有落幕 他们已经在庆祝了 那鲁烂先生您是怎么看 这样的评论 我觉得就是出这本书的目的 实际上就有点像 谢田教授刚才讲的 就是他是在发生 自己的一种信任危机的情况下 要急急忙忙的 就要把这个自己的功要定了 而且不光是出这本书 这本书还是其他人帮他出的 习近平主席自己已经在强调 就是所有的这个武汉肺炎 发生以后所有的这个防疫工作 都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两个亲自是对最早的时候 是对于这个谭德赛 WHO的谭德赛先生讲的 那么当时出来以后大家就哗然 为什么你不敢到武汉肺炎的 这个疫区前线去视察 这么一个喜欢表现 喜欢这个处处曝光的习近平主席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采取了一种极为反常的一种做法 那么跟他过去的一些作风 是完全不一致的 相反他把李克强总理派到这个第一线去视察 而且担任了武汉防疫这个小组的这个组长 这跟他自己特别喜欢当组长 把组长这个各种领导小组的组长 当收藏品一样全部垄在怀里的做法呢 就跟一只大象径庭 这就引起了很多人 对他在整个这个武汉肺炎流行期间的指挥 进退失据 对很多政策然后反反复复 然后自相矛盾的情况 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这个特征 那么习近平主席在这次 应对武汉肺炎的这个政策里边呢 受到了几乎是全国人民的这种质疑 因为包括武汉的同胞 他们现在仍然被给隔离之中 他们每天吃饭用水 那个高层建筑上面的那些群众 都是拿一个小桶 用一个绳子不断不断地系下来 到下面来 然后这个把垃圾送下来 把吃的东西买的东西下来 不准下楼不准那个 当夜晚的时候 有几次武汉的市民在吸灯之后 集体的大规模的叫喊 就是敲着自己的脸盆 锅灶什么东西 然后发生像地狱一样 起立的这种呼声 可以想见这些人们 对这种不当的政策 有多么的愤恨 在这种情况下边 习近平主席要稳定自己的政权的稳固 要保证自己的这个政权不在近期发生危险 那么他要不断地做很多的宣传工作 把功绩放在自己的 抹黑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最近要暗示这个源头 病毒的源头不是在中国 而是在某个地方 这都是通通的是一种 扶贫自己抹黑别人的一种手段 为的是保全习近平主席 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在受怀疑的情况下面 他不得不做的一些弥补措施 那刚才接着这个鲁南先生 他提到的这个 说病毒的源头可能不在中国 这句话是这次抗疫当中的 一个关键人物 钟南山先生他说的 他说这个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 但是不一定发源在中国 我想请问这个谢田教授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是要为中共来甩锅吗 看来我们不得不说 他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钟南山院士 他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把他当作一种 很伟大一个很高尚的人物 他愿意就是说 来指出一些 这个武汉疫情的严重程度 大家都非常抱有希望 对他很尊重 但是呢看来就是说 很可惜啊 就是说这么85岁的一个老人 基本上晚节不保 可以这么说 说的不好听的话 你比方对这个 瘟疫疫情的拐点的说法 你看到他这个从什么 7天 10天 14天 24天 就是一直在变 基本上呢 他这个变的话呢 实际上是在跟着 中共的政策在变 或者中共领导人的那个需求 领导人的那个心愿 他在揣摩上意 在调整他自己的这个说法 现在这个呢 中共在散布谣言 说这个病毒是美国的 是美国从美国来的 因为实际上是世界 全世界都在质疑中共 在怀疑中共 就是说这个病毒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竟然不是从那个 华南海鲜市场来的 是跟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呢 是摆脱不了干系的 如果是病毒从这里边来的 是不是中共的一种 那个生物战的一种武器 中共已经明确的表示过 他们有做这种研究的那些动机 也有些行动 就是说中共的武汉研究所 他们也做了相关的研究 所以呢 要回答这些世界人民的这种质疑的话呢 他最好的办法 应该把这个研究所给开放 给这个外国专家 美国的CDC专家 而中共没有这样做 他用自己的生物战的那个军人 来控制这个研究所 这一次世界为世卫组织专家去呢 也没有去参观这个 参观这个 据说很可能 它里面已经被爆炸 给证据摧毁了 在这个时候 美国呢 中共为了转移国际视线 它会说 这个放出谣言 自己来制造谣言 说是美国来的 那这个时候很可惜 这样一个院士 曾经受人尊敬的院士呢 他居然会说出这种话 就是开始跟中共站台 我们也都知道 跟中共站台在一起的人呢 最终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这是很可惜 这也让人联想起一些 左倾的做法 就是打击权威 专家权威 比如说在这个大跃进的时候 提出农村提出了 母产万金居然没有人来驳斥 这样的荒谬的舆论 那这也是让人担忧的 另外我们现在还有 大概一分多钟的时间 那这一次在抗议当中 抗议这个期间呢 还有一个非常左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让人也是有点跌眼镜的 就是火线入党 比如在官方这个共产党员网上 有一篇文章说 广西注重在抗议一线 培养和考验入党积极分子 发展了清党员的三百多人 激励一线人员坚定信念 打赢这个主席战 那我请卢南先生 您怎么看 现在这个共产党这样的入党 还有多大的吸引力 共产党现在这样搞火线入党 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也就是说他拿不出来别的东西 来激励这些人去积极地 在相信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这个在火线入党 不要说火线入党 平常入党 现在对很多老百姓 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 好 非常感谢鲁难先生 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得不打断您的说话 那非常感谢独立时评人鲁难先生 和南卡大学爱肯商学院教授 谢田教授的深入分析 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 并必定代表美国之音 我是叶凡 感谢收看 各位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